没想到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 下一秒他发来一句话 嘿嘿 我来杀你了 我无法呼吸 拼命跑向卧室 僵直地坐在床上 眼睛紧盯着手机 黑色头像发来消息 我在楼下了 紧接着他又说 我在电梯里了 两分钟后他发来新消息 我在走廊里了 我不禁开始发抖 心脏几乎蹦出胸腔 一分钟后消息再次弹出 我在门口了 我猛地坐直 透过卧室门看向客厅 不远处就是大门 而大门的另一头 正站着个变态的疯子 我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因为在评论区骂人 而招惹上这种事 现在真是无比后悔 如果时间能回到两个小时前 我一定做一个 温和有理的短视频用户 咚咚咚 敲门声骤然响起 我一个机灵 强忍住恐惧走下床 手中紧握着刚从厨房拿的菜刀 手心里沾满了汗 我悄悄抵至门口 我慢慢把眼睛贴到猫眼上 向外望去 赫然看见门外 站着个人 他低垂着头 五官藏在冒岩的阴影里 看不清廉 他穿了件全黑色的衣服 把主要的面部特征 遮挡得炎炎实实 我盯着他 丝毫不敢大声呼气 这个要杀我的疯子 仅于我有一门之隔 咚咚咚 急促震耳的敲门声 一下下撞击着我紧绷的神经 猫眼里他越凑越近 然后猛地将眼睛贴上来 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珠 占据了整个猫眼 他直勾勾地与我隔着猫眼对视 似乎能看到我一样 我他 我不小心惊呼出声 左手握紧菜刀屏住呼吸 我用另一只手按下报警电话 唯 我压着嗓子 尽量不让声音颤抖 他来了 就站在门外 好的 我们马上到 千万不要开门 刚挂断电话 敲门声戛然而止 怎么又没声了 嗯 他听到我报警的声音了 所以被吓跑了 我不敢放松 重新顺着猫眼向外看去 那个身穿黑衣服的人不见了 昏暗的走廊内空荡荡的 空无一人 我吞了口吐沫 只感觉浑身冰凉 盯着猫眼又看了好一会儿 这才放下心来 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卧室走 手指滑拉着电话屏幕 看着他刚刚给我发来的几条消息 简直毛骨悚然 我在楼下了 我在电梯里了 我在门口了 突然下方一条新消息猛然蹦露眼帘 我在你背后 我大叫一声挥刀就朝身后劈去 刀刃却劈了个空 什么都没砍到 我喘着粗气 环顾整个客厅 除了我根本没有第二个人 抹了把汗层层的额头 我握着菜刀愣了好一阵 然后一屁股瘫倒在沙发上 手指都在哆嗦 吓死老子了 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整了 那疯子进不来门 又听到我报警 就逃走了 离开时还不忘发一条 唬人的消息来吓我 真该死啊 此时手机又响了起来 是蔡警官发来的 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穿黑色雨衣 身上还有刀 我们在小区门口呢 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 太好了 心总算放下来了 缓了一会儿 我开门向楼下走去 我开门向楼下走去